搭载7只摄影镜头的机器人在街上来回巡视 吸引小朋友围观 这是新加坡推出的巡逻机器人 不仅会说话 萤幕还会秀出确保安全距离的字样 对违规民众发出警告 成为新国宣导防疫小帮手 因为尽管新加坡疫苗覆盖率超过8成 但从8月中逐步松绑防疫措施后 本土病例不断飙升 到10月9号有连续5天确诊数飙破3000例 但新加坡政府却做出大胆决定 简单来说就是跟病毒共存 新加坡政府不再强求清零 因此筛减隔离还有疫苗接种计划都有改变 除了高风险族群 几乎所有确诊者都以居家疗养为主 而且密切接触者也不会强制隔离 但连续7天要自己回传快筛结果并自主隔离 有明显症状才会PCR检测 从10月13号起除了12岁以下的儿童之外 未接种新冠疫苗的公众将不能够堂食和进入商场与景点 民众有疫苗认证才能到处啪啪噪 同时新加坡也扩大开放边境 与德国加拿大法国韩国等11个国家 进行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计划 继9月份与德国问来实行互通边境的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后 10月19号起再扩大到英美8个国家 南韩也敲定11月15号纳入计划内 但李显龙也警告未来几周病例数还会持续增加 达到高峰后才会好转 决定跟病毒共存的还有澳洲 雪梨的酒吧业者开箱兵庆祝这一刻 熬了超过百天总算迎来解封 亚太地区越来越多国家迈入后裔新时代 马来西亚也宣布达到群体免疫标准出现新气象 接种两剂疫苗的民众可以跨州移动 出国也不用申请许可 同时印尼巴厘岛也传来好消息 巴厘岛已经开始模拟旅客入境演练 14号起针对特定国家开放 旅客除了得打过两剂疫苗经过衰减 还得自费预定八天隔离的防疫旅馆 反观早一步亚太国家进入新生活的欧洲 却还在原地踏步 示威民众在罗马街头跟防爆警上演全五行 马路火光四射 上万人抗疫意大利政府从15号开始 扩大使用绿色通行证在所有工作场所 这群人以自由证明不愿接种疫苗 让这条抗疫之路更加艰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